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圆神 42款金二星力会能有多好看 绳子满瓶樱花 公子魔王武装现身 5.3卡池紧急调整 深喝在下半 仆人延期 款新皮肤加混子来了 圆神纳塔5.2卡池 已经越来越近 除了官方已经公布的两位新角色 恰斯卡 欧洛伦即将登场外 后续的5.3卡池 火神马威卡 仙特拉利等角色 也会陆续登场 各位旅行者们 是不是也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安排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说的 就是各位旅行者们 比较关心的 5.2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 除了五星角色恰斯卡 和四星角色欧洛外 还会有三位五星角色复刻 就之前汇总的消息来看 5.2上半卡池 林尼培跑恰斯卡 下半双五星人权卡 水龙王纳维莱特 中离复刻 想错的旅行者们 倒是可以提前屯元史了 而说起后续5.3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最新的消息也终于来了 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5.3卡池 会有两位新舞角色登场 分别是火神马威卡 冰女倩特拉利 其中火神在上半 冰女在下半 复刻角色的话 上半咸云陪跑火神 下半参赫陪跑冰女 5.3作为海灯节版本 这两位角色复刻 貌似也很正常 不过这么来看的话 之前提到的仆人 莱欧斯利复刻看样子 大概率是延期了 值得一提的是 5月3日海灯节版本 除了之前一直提到的 会有第二期离月混池的开启外 据说还会有三款新皮肤的登场 其中一款就是夜蓝的 还是非常香的 后续的5.4卡池 据说是平老牢 一安山登场 不过还是那句话 版本跨度大 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 各位旅行者们 还需理性观看哈 各位大佬好呀 对于原神官方版本的利会 精细程度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最近有外网大佬 对这些角色利会 又进行了二创 因为太好看的原因 以至于被不少玩家调侃说 是金二利会 金二利会是指游戏明日方舟中 当干员经历了升级精英化 这一关键阶段后 所呈现出的全新利会图 在这个游戏设定中 只要是星级达到四星 级以上的干员 在完成金二的进程后 都会迎来一次利会的更新 那么废话不多说 一起来欣赏下吧 首先是草神 海参尼路卡为四款 其中草神这款被蝴蝶草 戏鲜花包围的场景 真是太优美了 这张公子释放技能后 出现的魔王武装 真是太帅了 说实话 感觉公子后面 肯定会有SP形态 但必须要有公子才能抽 可以和原形态切换 公子彻底解放自身力量 战斗时充能效率满时 可消耗所有能量 释放魔王武装 魔王武装状态持续30秒 期间每击败一个 标有金沙印记的敌人 则延长魔王武装状态5秒 戴因立会请就按这个话 戴因真帅 给我的感觉 跟老爷子似的 能不能快点进卡池啊 还有万叶有人的 有心了 我都不敢想 做成手办能有多好看 没想到除了有人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女士姐姐 身为反派的她 却被玩家强烈要求进卡池 我刚入坑源的时候 一直是看角色画风 来判断角色是否会进卡池 看女士的画风 应该进卡池的 结果她就这么简单的 被雷神一刀秒了 公子要淹离月召唤魔神 都能进卡池 女士夺走 和交易神不需要的神之眼 凭啥不能 说白了都为了上便打工 我觉得还是因为女士 如果进卡池 要不就是会后期反转复活 后续会不会出冰火霜能力 要不就是因为进了卡池 会被削弱 因为身材 导致玩家不满 神指的这个樱花背景好好看啊 要是施放大招 能加上该元素就更好了 不懂就问 班尼特是造了个黑洞吗 而且班尼特没有标志性的点赞 我不是很认可 温迪的小翅膀 加肚琳还是蛮帅的 只是肖背后不是一只肥肥鸟 我是不同意的 那么大家觉得这位外网玩家 绘制的金艾利会如何呢 不妨留言交流下呀